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其实是中国国民的共和国民的共同 但是我们正在国民选举一个分析 但是香港共和国民选举一个公共和国民选举一 但是我认为一切通知,香港共和国民选举一 他第一次自�举一个公共和国民的共和国民选举一 那么我们举一个公共的国民选举一 我会够用民谈和国民选举一 都是已经提上的公共和国民选举一 美國和日本之間的那個防衛協議 它延伸的那個範圍會去到哪裡呢 在這個期間其實就有一個比較少的新聞 大家就沒什麼留意的 就是日本的國會議員也有去台灣的 那是石破謬 那它去之前其實它已經提到 就是那個台灣的安全也是日本的核心利益來的 之類的說話 我不是忍著一個最準確的說法 但是日本畢竟它都是一個次要的角色 在整件事裡面沒有美國做頭 接著就很多事情都不成事的 但是美國做頭 現在那個局勢是怎麼樣呢? 就很搞笑的 這個拜登再次感染這個肺炎 就是不知道這個人是什麼狀態 他走得走得走的這樣 但是我們這個過月來都講了一個問題 就是美國政府現在給不了人一個信心 就是在這個佩洛西的行程裡面 去就去不去就不去 就不需要昨天這樣 這個是因為暫定行政 接著又今天又沒有 是吧? 那你這樣的搖擺不定不是一個大國的風化來的 那就很多人會接著會懷疑 懷疑就要自己想辦法的嘛 就是其中一件事就是日本 如果你是沒有了美國的backing 沒有了美國的一些的保護傘 那他自己怎麼去做一件事呢? 那不外乎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家庭的軍隊 第二件事就是核武 這個是迫與無奈的一定要這樣做的 如果你沒有了美國的支持的話 這個不是純粹對中國而是說 日本對那個俄羅斯都有一個領土之間的糾紛在這裏 那俄羅斯有核彈 你再吵一兩吵 那他恐嚇你那怎麼辦呢? 就是對於日本來講 這些都不是一個說一個國家的問題 而是說他跟著去思考自己那個 未來國家在防衛方面的前景是怎樣的 那一去到這個 就是 重整那個軍備 那一定會增加軍費的啦 一增加軍費 就出現了一個軍事競賽的 那軍事競賽當然不止中國 比如你旁邊南韓那些都要的 就是換言之 牽一髮而動全身 就是如果美國出現了一個變化的話 那以前呢 其實特朗普也有的 有的 你們外面搞什麼關我鬼事 美國 我現在做事都搞我們美國人的自己的生活 那那個是說的 就不知道說 現在那個局勢去到一個這麼危急的情況 那現在危急的情況在於什麼呢 就是在福建那邊已經有實彈演習了 那我就一直堅持有一個觀點的 就是如果說真的要打的話呢 就不是純粹現在的演習 就是一個軍事動員來的 軍事動員一定是很大規模的 譬如說後勤啦 軍火啦 沿岸那裡要疏散啦 那接著就沒有經濟的 就是很少經濟活動了 那對於現在那個經濟狀況來說 就算上加上了 那可能是對於中國領導人來講 這個都不是一個問題來的 就你一舉一支民族的大義的棋 就是統一祖國 那人人都可以為你犧牲 就是照計應該是這樣 但是我們現在還沒看到這個 就跟以前我們去理解那個共產黨 它作戰的時候那種的做法有點不同 以前它去作戰的時候 他們會有輿論的準備 很大規模有輿論的準備 就是要解釋為什麼要打這件事 就是打的速度會很快 但是事前那個輿論準備也很充足的 這個是毛澤東自己本身那個 就是對那個軍事的哲學的理解 就是它的軍事哲學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不是打武器 我們打人 因為人是控制的武器 不是武器控制人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實體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第一樣的就是 不是你說美軍你拿著這麼精良的武器 我一定輸給你 我還有很多其他的打法 第二樣的就是我一定要有足夠的民意支持 這個民意支持不是很說的 是所有人都願意犧牲 那之前譬如說 無論中國官員對外說的時候都說 我相信這個是習近平有說的 就是說 這個台灣分裂出去 這個違背了14億人 祖國14億人的議員 類似的說話 換言之這個也是拋出那個民意 就是這個基礎 就是你有一些民意 每個人肯去為這件事去奮鬥 犧牲 那無論你對手有什麼精良的武器 都沒有用的 因為中國人口基礎足夠承受這些代價 就是曾經有個傳說就是 當楊潔篪去見蓬佩奧的時候 他有說 他說中國不怕對於美國 因為就算美國扔核彈 就是完岸 中國都是損失幾億人口 剩下來都還是比美國人 都還是大國 那這些說話聽起來有點瘋狂 但是可能是一些高級嘴炮 但是真的做的時候幾億人死了 那這個責任成不成呢 而且你未必統一得到的 未必如你所願 所以我們去看這件事 我們覺得清楚了 但是從那個側面去看 就是美國似乎它的情報衡量 他們看到一些信息 是中國真的有意圖 要打 但是對於我們來說就是 打是一個武力的攻台 這個可能性極高極高極高 但是那個洛权的 其實當時很正常 這真的是另外一個 中央 去看 我們要去看 我們要去看 不再看 他的最後香港 那等等 我們要去看 我們要去看 但是我看福建的那個演習 未去到這個水平 可能那些事情我不知道 或者我看不到他們看到 那就不能去講 但是佩洛西的那個時機本身都是 比較是刺激中國的 原來很簡單就是明天8月1日 這個八一建軍節 建軍節這個歷史可以在這裡講了一點 就是在孫中山死了之後 就開始這個國共的一個非常殘酷的鬥爭 之前有所謂的國共合作 在孫中山的末年 為什麼會出現一個這樣的國共合作呢? 還有其他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孫中山當時他其實都是南方來的 那一邊打也打不到北方的 原來沒有錢了沒有人借錢給他 那列強也都不支持他 其實列強真的要談的就是和這些北洋軍閥談的 怎麼會和你孫中山談的呢? 那到了沒有人去談的 但是爆發了這個俄國革命 那麽孫中山湯其實也看到列寧 一定會支持這個國人黨 其實列寧初夏都不太鬆他 但是整整一下就是因為 俄羅斯蘇聯也被人圍裙 就是被這些所謂的資本主義國家去圍攻 那他們找出路的嘛 其中一條路就是 在亞洲發動這個共產主義革命 那這個時候就派了人 來中國國民黨那裏 與此同時共產黨也都是成立了的 但是就是相當之 完全沒有什麼實力 因為你沒有軍隊嘛 國民黨也有 國民黨也搞了這個黃埔軍校 就開始有自己的軍隊 但是都不夠 不是這個北洋軍閥那邊的對手 那在這個時候呢 就是孫中山做了一件事 就是容許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 所以當時這些什麼毛澤東 這些陳獨秀也有加入過國民黨的 但是 這些都不是共產黨員所想做的中國人 但是迫於什麼? 史達林下令你們 就是你們和國民黨合作 但是一到了孫中山死後 共產黨在國民黨裏面 就遭受很大的懷疑 而事實上史達林也打算要 適當時候要 就是去 共產黨自己動之旗出來 去取代國民黨 那個方法有很多種 其中一種就是武裝的暴動 武裝的 但是孫中山死後就開始 其實實際雙方都在紮馬 但是這個時機是什麼時候呢? 就要到1927年的8月 就是 應該是幾十年前 明天應該有紀念活動的 那江崎時就是第一炮人在哪裡打呢? 就在南昌江西 所以所謂的南昌暴動 8月1號 但是這件事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什麼呢? 去到大家要搞的時候 突然間這個 就是史達林那邊說 如果不行就不要搞了 不是贏的就 不是有足夠的勝算就不要搞了